俄罗斯观点报网站11月15日刊登奥利加 萨莫法洛瓦撰写的一篇文章 题为《俄罗斯核燃料分裂欧洲》 继煤炭石油和成品油禁运后 禁止从俄罗斯进口核燃料的想法导致欧盟分裂成两个阵营 波兰和德国百般支持 匈牙利和法国则极力反对 同时同样依赖俄罗斯核燃料的美国压根不提这个话题 为何欧洲走在了美国前面 这会给它带来什么威胁 欧盟在讨论禁止进口荷罗斯核燃料的问题上 分裂为两个对立阵营 美国《国会山日报》报道称 波兰 爱尔兰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立陶宛和德国 建议欧盟禁止从核进口核燃料 以避免汇核提供资金 匈牙利和法国对此发出嘘声 布鲁塞尔陷入两难 为什么核燃料成了欧洲的争论焦点 德国与波兰 法国与匈牙利 是如何坐到一条船上的 倘若欧盟将此想法复出实施 真的拒绝购买俄罗斯核燃料 将会发生什么 为何波兰 爱尔兰 爱沙尼亚 拉托维亚 立陶宛和德国 提议封杀俄罗斯核燃料 答案很简单 因为他们主动放弃了核能 这些国家没什么可失去的 核能源和金融研究所经济部副主任 谢尔盖 孔德拉基耶夫说 还有一些国家 如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捷克和匈牙利 那里安装的是苏联设计的反应堆 此外还有芬兰 其反应堆是根据苏联工程项目建造的 他们从俄罗斯获得的不仅是核燃料 还有技术成品 燃料组件 专家指出 理论上俄罗斯燃料组件有替代品 在瑞典有生产平台的美国西乌公司制造的同类产品 正是这家公司在乌克兰核电站测试了其燃料 在东欧 捷克有使用美国核燃料的经验 不过是失败的经验 几次事故后 捷克放弃了美国核燃料 此后欧洲再没搞过此类测试 孔德拉基耶夫说 我们并不确切知道 美国燃料组件在乌克兰核电站的表现如何 曾有极起事故的报道 但最近两三年 乌克兰原子能公司没有传出任何消息 我们不清楚这是因为此类信息被封锁 还是未发生事故 无论如何 想替代核燃料过度都并非易事 首先新燃料需要获得国家监管部门认证 而这个过程不会太快 其次从技术角度看 这是个复杂的进程 无法一蹴而就 专家指出 因此如果欧盟还是决定对俄核燃料实施制裁性禁运 这将意味着在8到12个月内至少要关闭部分反应堆 因为一旦核燃料耗尽 又无处获得新的燃料 将意味着反应堆要停摆一段时间 例如一直到明年夏天 停摆可能是暂时的 但这会成为一个重大挑战 就连欧洲当局也承认 未来一年半到两年将是欧洲能源系统最艰难的时期 而匈牙利捷克分蓝对核能相当依赖 核能占这些国家全部发电量的30%到40%以上 为什么法国与捷克和匈牙利站到了一边 孔德拉基耶夫解释称 在法国不存在缺乏重新加注燃料的威胁 但存在涨价威胁 俄罗斯是欧洲核燃料的主要供应国 就算俄罗斯核燃料成功被法国或美国核燃料替代 也将导致价格上涨 油价已经处于四五年来的最高位 对法国而言 涨价是个问题 该国超过75%的发电量来自核能 其中相当一部分以优惠价出售 35欧元每兆瓦时 只有交易所价格的1%到1% 法国当局大力扶持民众和企业 对法国电力公司来说 成本上涨将是不愉快的意外 不过专家怀疑 欧盟铁了心要对俄罗斯核燃料实施制裁 因为布鲁塞尔这次走在了美国前面 而欧盟在对俄施加限制方面 通常都跟在大洋彼岸的伙伴身后 美国也非常依赖俄罗斯核燃料 但美国的制裁看起来就要务实得多 孔德拉·纪耶夫说 即使在政治层面 美国也没有考虑禁运俄罗斯核燃料 美国白宫和能源部均未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明白这项禁令对他们的打击 将甚于对供应方 他指出 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等燃料基地关系密切 相较于全球领头羊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的油产量并不多 但主要的油农缩和成品油生产设施 位于俄罗斯 世界上只有少数国家掌握这样的技术 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和俄罗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